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PressCup 以及马来西亚盖牙卡丁的赞助播出 所以直接剪下来给大家参考参考 我们直接开始吧 好那我们今天呢是第二天的赛程 也就是我们的64强了 64强 对 但是今天的赛制是单淘汰 各位是单淘汰 今天的赛制是单淘汰 就是打完了就没了 就输了就回家了 输了就回家 所以说你单淘汰64的话 基本上要打六轮 对不对 六轮才会 第六轮才会打到冠亚军 对 好那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 左边是你们都重新了 雪兔 那雪兔是著名的就是击败人小帽 哈哈哈哈 击败人小帽牌 就是奔牌流啦 奔牌 那大家就关心我们YouTuber嘛 目前进64的有雪兔跟阿进 那Ryu本来差一点点进 因为他其实雪兔跟Ryu都没有进 只是因为他们补位 对 那今天等补位 然后雪兔是第65号补位 所以他就直接补进去了 对直接补进去了 对 然后667 66跟67 就是我们的一个陌生人 跟一个Ryu 那因为66号有来 所以Ryu就没办法 没错 非常可惜 Ryu就差一个人 然后他就真的隐恨 没关系没关系 那我是今天的主播老爹 我是赛品芒果 好那大家早安 比赛开始啦 第一回合 那现在看起来是柱神配上 柱神配上 好那我们一样小声一点 因为 呃 外面可能会听到 时放桌 离我们 可能只有 我去 时放桌离我们只有 OK 不到5公尺 对吧 一下下一点点而已 好那这个小丑的话是 吸盘魔偶 诶 吸盘魔偶是 对方不能使用 回首的这个 对 不能阿赛 不能阿赛 但是可以全補 这东西其实一般都是来 来搞那个 啊 搞那个 那个 那个 那错 哦 索贝亚克的 那水兔现在头大了 因为现在我还不知道 右边什么牌组 嗯 可是有绳子 会不会是 闪电鸟之类的 如果闪电鸟 被不能阿赛的话 他全補四张而已 四张如果 如果用完的话 那他就没阿赛用了 嗯 哦 那 还有办法 就是把它除外啊 不然怎么办 只能这样子 好绳子 换一只柱神上来 然后现在呢 好 直接怎么样 到底什么牌 我还是不知道啊 看不到啊 看你还在思考 要怎么面对雪珠这种牌型 嗯 那 抽一 抽三张而已 芒果对柱神这部牌组 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遇到谁的打法都不一样 像例如遇到巫贼 昨天就有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 打巫贼 巫贼打是否怎么打 就是 除外 他的能量 嗯 第一 奇琳奇 第二可能是把一只充满能的 奇拉蒂娜 或者是 救急月神 在场上了 直接露起来 把他除外 然后如果对方有很重要的东西 例如说 他如果用其他地坛像无限轮回那边战术的话 那就直接把他的能量除外 也都可以 或其他地坛除外 就这几项 比较重点的 就是让对方的攻击 输出没有了 越来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低到最后呢 我们再用妈妈 阿赛 妈妈阿赛 妈妈阿赛 来来回回 几乎就稳了 就是昨天 昨天那个 很可爱 称称 称称昨天在最后一轮的时候 也是遇到蛀神 然后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会无限阅读 你有看过《火影忍者》吗 那个血轮演有一招阅读 就是 进入一个世界 然后你会在里面无限轮回 无限轮回 那他就是他就说 我一开始觉得 不知道他打这什么牌 结果他开始 妈妈阿赛 妈妈阿赛 我就进入一个无限轮回 然后我就 然后他就投降了 投降了 我的精神受到控制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继续好好的打这场游戏 OK 好场地拿掉了 欸 为什么刚刚要先下岗山 其实我不太能了解 为什么一开始第一回合就要下岗山 嗯 不确定 但是岗山是可以让他有效救回能量的手 对 所以说 啊没关系 反正有妈妈嘛 欸又有绳子 欸怎么回事 为什么 怎么回事了 打针 所以是电牌 没错 嗯 他在电牌的话 所以基本上现在对方 右边朱少尾是卡手卡到炸掉的情况 是吗 可是他 看起来 他也在戳欸 啊 看起来很卡 对他刚刚往后倒了一下 我 我还以为他是 是 是在思考要怎么对付雪兔的盆牌 结果 原来是卡手啊 哈哈 那现在雪兔有两个 两个进攻方式 现在雪兔就是刚刚你看到 敲能量没有问题 嗯 反正没有中 呃 能量如果喷到 等一下对方右边是小人牌喔 对不对 因为有惩戒 有 所以是UB少小人牌 所以小人牌基本上只有9克能量 只要9克能量喷光光就赢了 嗯 对 所以说刚刚雪兔开骷髏队 没有开到能量 非常的亏 那现在我就雪兔有两个进攻方式 第一个进攻方式就是 直接干脆就直接 妈妈加骷髏队 一直搞你 一直搞你 第二个能量就是 反正一样 爱赛不能用嘛 全部扣着等快死掉的时候再补 那 那再来就是我们拼锤子跟骷髏队 就是怕能量全部丢掉掉 只要9张都除外了就赢了 9张 最多最多10张啦 嗯 加一张那个异兽能量 有可能是这样子 4彩虹 5电能 加一张异兽能量 加一张异兽能量 雪鹿现在已经要开始学文演了 没错 无限阅读 好 还没 我觉得打到中间才会开始无限阅读 因为他的妈妈都出来了 因为其实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 棋手有大物 真的很赞 很好 对 噴盘棋手 他三张拿手我没有注意看 糟糕 我也没注意看 没关系 我觉得一定有妈妈啦 一定有妈妈 一定有妈妈 妈妈 借我们看一下嘛 那我跟你讲 以雪兔的个性 他手上 他牌组一定有放 那个图腾 位置图腾 那 来搭成手牌三十五张的样子 好像是三十五张吧 然后直接获胜 那是 驻神内战的 一个 获胜的手段 那驻神内战有一个重点 如果等一下遇到 再跟你们讲 好不好 驻神内战要注意什么事情 老爹知道吗 驻神内战的话 就看谁速度快啊 不对 应该说看谁的火星多 就赢 对 谁的火星多就赢 然后喷到你的东西就赢 如果把不对妈妈喷掉的话 几乎就赢了 没有妈妈回收手段 就爆炸啦 哇 他还是直接换了 那是减三 他又换血兔了 对 对方太卡了 是不是 他是怎样 好妈妈 拿那个回来 你看 刚三 开始来阅读了 刚三没有提 那他拿大五也是非常合理的 选择 因为大五等一下可以拿他需要的东西 好他现在看 不能阿赛 OK 那我就用全埔 那全埔只有四张血兔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基本上这一场 各位 你们会看很久很久很久 因为应该会打到结束 嗯 其实血兔 基本上现在就可以开始拖了 因为他优势太大了 嗯 对方完全什么事都没做 连揍都没揍 那就一直拖咯 就整拖 啊基本上一手30秒 裁判怎么看啦 你就不要拖太久了 基本上15秒 但是你在想 手盘很多的时候你想很久 裁判也不会太干涉太多 你学兔的个性他不是会拖那种个性 对 他的个性是会 开始跟你说 我觉得你就放弃 你 赶快跟我打下一场 还比较好 没错 你就算了吧 对 赶快跟我打下一场 不不不这一定不会下一场 他会拖到合理 反正合理的时间说 好换你 没事 可是这个在比赛中 这在比赛中都是合理的现象 都是合理的现象 下一次怪 你本来就是这样打 好下了一只水母 啊请问水母要干嘛 嗯 他可能可以让对方中毒跟混乱 所以可能用这一招中毒混乱 中毒混乱去搞你 也是有可能的 直接使用大五 你看学兔也是完全没有跟你拖时间的意思 没错 学兔 大五拿什么东西 我觉得会再拿一张大五 我在猜的 双五拿到了 OK 不是双五喔 他拿什么 没看到 正辉我看到有正辉了 不是 他拿什么 我怎么没看到他拿什么啊 算了 看不清楚 我看到第一张让我们看一下吗 好讨厌喔 好 那学兔的手牌现在目前应该有个十五张左右了 嗯 等一下你干嘛 他说 我可以看你拿什么吗 不行 那不行喔 OK 不可以 好抽一 有点看不到牌吗 应该还好吧 我今天勉强看得到 如果你了解 对方 那个猪选手的话 前面是西盘魔偶 那又后面就水母 好不好 水母 UB水母 有哪些YouTuber禁六四强 目前只有雪兔跟阿进 啊雪兔跟阿进有禁六四 两个人都在奋战中 那六的话差一个名额 因为是淘汰赛的关系 所以赢一场就是禁三十二了 没错 禁三十二 听起来也好听啊 哈哈 对 好啦加油吧 雪兔加油吧 朱同学也加油 好不好 走加油 然后昨天其实刚刚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你看我们看到我们桌店换了 因为昨天那两个桌店不知道跑哪去 被干走了 应该不是被干走 应该是被收起来 不知道收到哪一个箱子里面 然后就换成这两桌店 然后看到会傻眼 昨天昨天怎么不见 欸拿吉拉奇了 OK好 那吉拉奇基本上来讲 应该要做撤退的动作 然后 我觉得雪兔刚刚应该有拿大锤 欸不对 现在注尘很少放大锤 有些觉得说没必要放 好那看雪兔拿什么 我也不确定 因为大五其实三张的选择 还蛮多的 鲤鱼王 鲤鱼王 应该鲤鱼王 因为鲤鱼王下不去 算了三只都下不去 哈哈哈哈 雪兔又没有差 没差 嗯 古之马 抓谁 我是觉得没什么差 啊 看一下那个雷吉 他叫什么名字 雷吉斯奇鲁 不是啦 那是刚系的啦 雷吉 雷吉奇亚斯 对对对对 好 我们都叫马桶王 但是很像马桶 那他的 刚刚那个装备就是减伤30 只要装在他身上 只有他 他的装武 那装备他在身上 就会减伤30d 好 现在他就 呃呃 开其他棋 然后看五张牌 现在我在猜啦 右边猪同学可能会想要 一波爆发 把猴金王先带走再说 我在猜有可能 因为猴金王的话 基本上雪兔 没有扣到100d 是不会用全部的 好电阵 好电阵 没错你看 他就准备集气 集气就是集 呃他身上的 那个爆发性的东西 可是你要打到 闪电鸟要打到200d 我觉得太难了 不太可能 太难了 闪电鸟牌组 有什么都可以打到200d的 应该说UB啦 UB的话基本上有点难 而且我觉得很衰的就是说 对方奖利卡 不可能到四张 所以他小暴击文 也没有爆发 他没有招可以用 那水母基本上我觉得也是可以拖啦 就中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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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场地场地场地 好那现在雪兔的话 应该会直接开 我看一下 好直接开那个 他叫什么名字啊 就喷人家东西的 丢两张牌喷能量 对丢两张手牌 他叫做骷髅 他叫什么女啊 忘记了 他叫骷髅女 对啦骷髅女 对吧骷髅队的女生嘛 骷髅女 丢两张手牌 丢掉对手场上的任何一颗能量 对 那他又再用钢杉 再剪回来 对用钢杉再剪回来 very nice 那基本上的话 那个骷髅女的话 应该雪兔有放两张 嗯 好现在翻五张 看他拿什么东西 OK 现在就是不停的施加压力 对 而且现在其实对方的每一步思考 都是在增加自己 就是增加自己输的可能性 对 因为你打这种牌 你真的不能想太久 我看雪兔的手 刚以为在比赛 你吓到我 我想说你都在比赛干嘛 OKOK 因为看雪兔也是老神在在的 对手 对手每一次思考 都是在增加自己 死亡的速度 所以对 他只要想越久 拖得越久 代表雪兔的胜率越大 对越大 没错 好现在停的 好有办法撤退吗 有 好滑板撤 然后现在直接 那雪兔对到比赛 OK可以 你可以这样做 然后直接来做撤退 打80滴吗 他是刚刚有电针 嗯 好80 没问题 他不是打针吗 他没有开电针吧 我还真的不知道 有开吗 50 80 110 110 80 80 所以他是扣在手上 没错 好 那现在的话就等一下吧 因为说真的啦 喷牌没什么好讲的 他现在等一下就开始进入无限魂轮尾了 而且加上 我们的小人牌 几乎应该只有一张马下朵 可以搞 可以搞对面 好 妈妈拿妈妈加什么东西 刚的那个 骷髅女吗 骷髅女 好骷髅女 然后钢三再拿回来 各位钢三把能量拿回来 然后等一下继续喷能量 只要喷到十张就赢了 好不好 十张就赢了 因为小UB的牌组 几乎不可能有任何的回收能量的手段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现在的主流牌组其实蛮少放的 嗯 回收能量的手段有喷火龙 喷火龙有很难 放两个异兽 那个能量回收 然后还有什么 那个 鱿鱿牌组 本身鱿鱿可以回收能量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哪些可以回收能量 回收能量我想看看 嗯 水系吗 水补丁 还有四二真龙 四二真龙 四二真龙 类似这种牌组可以 那可是我说真的啦 基本上啦 UB打到分牌 99%一定输 没得打 UB啊 最小的 小UB打分牌 90%一定输啊 没得打啊 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手段可以赢啊 伤害不够 嗯 又没有能量回收 好GG 这两个最最最最最最关键两个 你要一个大爆发的伤害 加上我的能量要有五线人 Prince 轮轮的原已经不绝地来攻击的话 才有办法来击杀 那学徒 ster�悠气是蛮好的 对 第一场就遇到这个的话 那对方也是应该直接就 就害身叹气了一下就爆了 我猜了 好 刚刚说那个那个没有少一个人 然后六四五号补位 然后许多就拿起他的牌 一定用牌 然后冲过去 然后大家都帮他掌声欢呼 啊 请他上来跟对他跟观众讲几句话 我想说有什么好欢呼的 嗯 好难够 你昨天多赢一场就进来 所以他现在要打会外赛 蛤 会外赛 你说Ryu吗 对啊 Ryu应该不一定 Ryu应该现在在看机票 因为他本来今天 今天机票是今天早上的 对没错 很可惜啊 可惜啊 真的超可惜的 好 没关系 那各位 因为会场在板桥这边会场 还是有会外赛 那如果想来玩的玩家 也是可以过来 好不好 对因为我们回到家 也是练牌练到三四点 你又没有比赛练牌 啊没有 因为他们小猪跟邦尼他们想打会外赛 哦会外赛 对 我跟雪柚子直接把我们的牌 借他们 会外赛奖品很好 对啊 真的非常好 对啊 借他们然后让他们练习 好那现在UB闪天鸟也被除外能量了 嗯好 那现在也应该没事要换你啦 现在拖了吗 对方在想 对方在回合 因为如果是雪柚回合 雪柚不可能这样 对啊 雪柚就说 嗯我们先来换你啦 我们先来换你啦 这就是慢性自杀 这真的是慢性自杀 对 朱稻尾比较的性量比较强 那越快越好 重点是 而且他的牌可以确定是基本上没什么狙插怪吧 没什么狙插怪就表示你没有一次可以打出大伤害的 嗯 的宝可梦 来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当你对到喷牌的要怎么打 各位知道吗 第一 你一定要先 赢一胜 那个一胜 你必须要扣住你的手牌 就是有一波大爆发 能够赢的情况下 大爆发 赢了之后呢 一胜之后呢 基本上 你就赢了 好不好 打喷牌就是你这一胜就赢了 但是如果你被对方拖到平手的话 那就平手了 那但是因为各位 我觉得最尴尬就是 这是朱始战 对 这是什么 这是单淘汰 单淘汰等一下时间到了 会看奖利卡 诶 裁判 我问一下裁判 是不是赢奖利卡 当淘汰 对 对 所以说哦 朱少伟现在脱时间也是OK 没错 对不对 你不要太压身 不能太压身 所以说脱的时间 所以等一下 奖利卡是朱少伟赢的话 那也许 朱少伟就赢了 哇 那这样子好像也有道理 我觉得雪兔不会拉他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 雪兔现在获得方法 尽量用未知土灯 对不对 未知土灯可能比较好 因为像朱少伟 每天一颗能量 跟你手上的扣的能量 都要 格外小心 你不小心被噴掉 骷髅队弄掉的话 太伤了 真的太伤了 好啦 那现在 在 战格式机拿了一张奖利牌 的优势 开始 刷牌 哦 下了敏敏 想要把能量给救回来 超兴趣 可是他目前好像目的只有一张电能量 我印象中来 嗯 还是他想干脆只用小敏敏打 也是可以啦 因为闪电了没办法 每回合80这样打 因为他的交换 跟骨子马有限 但是能量现在 甜 的话 等于是给对方 拔的机会啊 没错 好 那现在switch OK 那能量就给 闪电了 然后继续打80 那80因为有减伤30 所以变成50了 嗯 哦 那这样打得很辛苦了 欸不对 打个50 那下回合就没没没没伤害了啊 他switch没有这么多啊 哦 能量还是贴在闪电鸟身上 好 直接来 撤退 50滴 好 没错 50滴 好 我相信徐鹿现在 自己也知道 现在 好像要靠 可能会被拖时间哦 要靠图登影 一定要靠图登影 这边雪兔要怎么去做思考呢 因为他厂商的怪物目前完全没有危险啦 没有危险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样 骷髅女继续喷 对 骷髅女 对 骷髅骷髅女 OK没问题 好 然后回合结束 开始 开始在 无限阅读 哈哈哈哈 无限阅读 那下回合 没问题 钢杉捡回来继续喷他的能量 嗯 各位看懂这个combo吗 你的钢杉可以拿两张钢能量 拿回来之后 直接开骷髅女 然后丢掉 下回合又可以继续用了 因为骷髅女的效果是 你必须丢掉两张牌 嗯 那丢到钢杉 钢杉就变成丢掉的那两张手段 不过我觉得 那个猪虎同学 他有放 吸盘魔尔 是一个非常 厉害的 一个想法 就没办法 阿塞罗拉 对 就自己保 吸盘魔尔 其实小人牌蛮怕索罗月朗的 因为 对 因为 下120张打 你也很受不了 下120 然后这种是 你可能不小心摸了他 他快死掉了 可能有场地跳死 结果我一张阿塞回来 哇 我的 刚刚打的攻击 全部化为乌有 所以说我觉得 放那个 谢白魔尔非常的好 谢白魔尔现在 也对学兔有造成一点威胁 因为他没办法阿塞罗拉了 嗯 那不然其实遇到这种小人牌 你打不死我情况下 我就 妈妈阿塞 妈妈阿塞 就好啦 嗯 可是因为 又卡在说各位这是单淘汰赛 所以说你不能去拖到时间道来打平 你懂吗 不能去核局 嗯 所以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这样子 单淘汰 最尴尬的 最尴尬的点就是这样子 OK好 一样 Switch交换打50滴 没问题 那我觉得雪兔手上 应该是90%一定有 全補啦 我在猜的 现在 就是 哦 他手上什么东西都有 哈哈哈 诶 裁判请问一下 加64强的时间是多久 50分吗 一样50分吗 对 50分 50分钟没错 50分钟 手上什么东西都有啊 想干嘛有干嘛 也没有 好再喷 哇 然后钢山再剪回来 钢山可以先剪没问题啊 这个压力大了 这个对面压力大了 一直在摸头 而且重点是 他完全撤退不了了 对 所以你看Switch他刚两张我看到都用掉了 对 绳子两张也都用掉了 那我请问 你要用什么手段 来用闪电鸟来跟你打 你根本没有伤害了 好他喷了两张没关系 他想说 没关系啦 反正我有 什么 我有小明明在场上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都 这接下来开始就是个心理战了 没错 就是 在消磨对方的自尊心 想办法逼退他 去投降 雪兔现在想的就是 赶快凑齐35张来结束比赛 可是他牌组现在还有一大跌 我觉得很麻烦 但是雪兔现在正在做 未知图层的前置作业 什么是前置作业呢 就是我现在必须把你能进攻的手段 全部都弄掉 尽量先全部先弄掉 弄掉之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 大吴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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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 大吴妈妈 一直搞 也不必要去做任何攻击 因为对方现在 后台四肢 感觉也不会有马下毒这种东西出来 甚至也不怕吃到对手裁判 看起来的话 其实我有想法 其实雪兔好像也没必要 一开始就直接去喷能量 干脆直接大吴妈妈 大吴妈妈 大吴妈妈 大吴妈妈就好 因为你闪电脑卡在前面 你的资源最多就是 Switch跟虎芝麻这些东西 噢 对啊 也 也没什么差 嗯 好啦 其实都可以 因为现在雪兔只在确保 就是说 你已经没有换位的手段了 好 等吧 就等吧 他如果没有换位的手段的话 就 闪电脑就没有伤害了 嗯 闪电脑就没伤害了 好 现在要变身了吗 要变身了吗 变身 好变身 没问题 一张 两张 给谁呢 来 那他变身了各位 这个变身手段就是 已经准备要用 可能要用鸣鸣来打 用鸣鸣GX来打 只是对方没有能量 对啊 可是你要130130130 要打 那雪兔等一下有可能会直接 干脆就直接开 GX 那个 你看 洛奇亚GX 如果雪兔等下做得出来的话 把它除外掉 那基本上 朱少尾已经没有任何的攻击手段了 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好 电针全部 他应该是扣了很多 好场地 电针全部打下去 全部打下去 好像是200多而已 杀不掉 杀不掉 好130 但是雪兔一定有全補啦 我觉得 夫同学这一步 也可以啦 马下朵 马下朵 拼对方 没有 手上有马下朵 对 那可以 这手厉害 这手厉害 这手漂亮 我刚没看到马下朵 不然这手OK 这手非常好 没想到竟然还扣了一张马下朵 没错 那在雪兔 换雪兔 雪兔尴尬了 雪兔如果手上没有收到可以 运作的东西的话 就糗了 时间看下来应该还有 三十几分钟 应该只够二十几分钟 还有一些时间啦 嗯 OK 四张看一下什么东西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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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狐帕 我看到狐帕 全補腰 全補 全補 好 做了一个攻击 那看刚刚原本已经扣了多少 三 八 二十 二十加一百三 刚好 而一百五十滴 应该是啦 没错 一百五十吧 一百六 所以刚成界被跳了三次 嗯 一百六十滴 好没问题 好雪兔换你 抽牌 手上的牌好像没有人物卡的样子 嗯 似乎是没有 所以雪兔尴尬 那个线要把压最下面 没有办法关 烧的关起来 眼线把它放在这边 可以 这样听得到呢 可以啦 好 OK 那现在对方看一下 打下 七五排队的东西 母的 到底有什么能量了 看到彩虹好像只有一颗还是两颗 我忘记了 好像只有一颗而已 所以能量他想说 哇 怎么还有七八颗 太多了吧 七十分钟 哦 是打七十分钟 各位 因为是六十 哦 七十分钟 我靠 七十分钟也太久了吧 也太久了吧 我的天哪 而且他手上有大物耶 诶 神招 各位 我跟你讲 这就是神招 好吧 这就是神招 我浮现阅读又开始 但是也没有 因为现在米明的伤害是在的 对啊 所以他现在想办法用 呃 洛奇亚 把他除外 是最好的情况下 因为一除外的时候 代表说你的伤害 几乎都 没有 不足以瞄我了 好吧 不足以瞄我了 因为 就连闪电鸟的伤害 都没有看弱点 我觉得大物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不会让对方看到 你拿什么东西 你拿什么东西 他会看不到 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 而且 雪鹿这副牌 一定会放手表 因为他永远处在这边是 被拿掉一张奖励 他才可以用手表 所以他等一下可以 诶 他没有拿露西亚 你看 他手上露西亚 小声一点 因为他我觉得 好像会被听到 感觉 说他小声一点 你们这样 声音OK吗 你们声音OK吗 我觉得 他可能还不想除外 对 他觉得 他想再弄 积多一点 再一次弄 他想把手盘再弄起来一下 小冒兔 OK 可以 好 那我们就尽量 这种声 这个声音量好不好 你们 就 仔细听一下 OK 可以 小声一点 我们怕 他打扰到赛场 OK 来电池 那应该 我芒果觉得 可能会拿电针 跟电能量 对 要开始揍人 有可能 因为电针可能要打一波爆发了 各位 就是他可能在存 没错 开始要进行一个大的打电 如果有在玩这款游戏的话 你们就是听老爹跟芒果讲一下说 为什么这首对手 为什么会 这个人会这样做 好不好 你们大概 揣摩一下自己 如果在玩这部牌的那个心情 你们就知道说 我跟老爹怎么都知道对方要干嘛 我跟老爹怎么都知道他要干嘛 有时候是你只能这样做啊 你看 你看前面一只那么大遮鲸鱼 鞋那么厚的鲸鱼 基本上我觉得 加电针 加脱鲸 根本打不掉 也打不掉啊 而且你看 现在 现在稍微他也不急着要直接打针哦 他现在就是 把针全部都扣在手上 对 然后等到 确定打得死的时候再打 等一下要打死 第二下要打死 130加130 哦哦哦哦哦哦哦 药金场地 各位 现在周同学 应该剩下一张承戒了 我在猜 有可能剩一张承戒 所以 等一下明明 应该是几乎没有办法攻击 哇噖 药金场地的效果呢 好 对方攻击 必须多一个能量 妈妈 正常妈妈 媽媽,媽媽,媽媽,快點,媽媽,媽媽,大無,快點,媽媽拿媽媽大無 漂亮啦,你看,好,各位,穩了穩了,這把學徒穩了,真的穩了 穩定了穩定了,這個場地不蓋掉,我告訴你,這位同學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這場地優先一定要蓋掉,你不蓋掉你就輸了 現在時間是9點43分,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買個早餐或是 買個早餐,然後可能出去晃逛,然後可能去找個U-buy,然後騎一拳再回來好不好 不然你就睡一下覺,因為這個無限輪迴,芒果跟老天,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講啊 就這樣子啦,一直無限輪迴了,會無限輪迴了 就說了就是,你已經中了我的閱讀了 沒錯,那學徒等一下就滾這樣,就是媽媽大無,媽媽大無,媽媽大無,無限輪迴了 就是這樣無限輪迴了,沒事幹 那當朱少偉如果真的想要把能量全部貼在閩閩身上來做攻擊的話 我告訴你,陸基亞就跳出來了,一定會跳出來,我告訴你一定會跳出來 好,那就這樣子吧 學徒現在也不擠啊 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進度休息時間一下 學徒也不擠啊,然後少偉現在 我是覺得等一下不要,我請裁判不要把那個助神的抓上來好了 我剛剛想說一場50分鐘的話其實是對雪徒不利 對,但是一場75分鐘是OK的 75分鐘其實 我覺得 其實,對雪徒還蠻有力的 因為他手牌應該是可以湊齊35分鐘 剛剛才過了20分鐘,所以他還有50分鐘的時間可以去湊那30,所以還沒有手牌 我就一直換你換你換你,說你也可以湊到 各位你們就去,而且我覺得對方牌可能會先湊完 因為對方瑪夏朵用掉了 對 對 那個瑪夏朵雖然放得漂亮,可是說真的也並沒有救到自己 因為對方雪徒神抽 如果我是50分的話就用得漂亮 但是現在是78分就變,用太急了 78分 75分了 就變,就變用太急躁了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首雪徒神抽太漂亮了 大五加全補,看這個天柱定要你輸喔 這沒辦法 你看他現在後台滿滿 後台滿滿,他什麼 事都不能說 嗯 哇,四張還可以抽到大五 真的很猛 沒有,全補才是重點 全補加大五,到底是什麼 哇 他現在拿什麼其實沒有差了,因為對方完全不能攻擊了 現在雪徒要擔心就是說 我場地拜託不要被壓掉 只要不要被壓掉 我告訴你 我大概十個回合就可以贏了 十個回合我就可以把牌組全部拿在手上 嗯 我就可以三十五張了 我就可以打爆你的 現在他要確認一下到底有沒有 那個啦 位置圖騰啦 我剛剛都沒有看到位置圖騰 會不會在獎勵卡裡面 我們確認一下有沒有位置圖騰 在獎勵卡裡面其實沒差 他有放哥哥 對啊,放哥哥 那我覺得基本上這場打完應該就不會有第二場 應該啦 我只說應該啦 因為雪兔不會讓第二場發生 噴牌的人不會讓第二場發生 請問媽媽是不是在獎勵卡 獎勵卡 來,幫我回答 沒有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媽媽為什麼打叉叉 各位你們有看到嗎 打叉叉都對 他是在擴充的環境被ban掉了 但是在standard的環境 就是標準的環境 並沒有被ban掉 極限環境被ban掉 對 極限 我都叫極限分解 就是 全開的 全開 全開 其實 全開的話應該算是另外一種 它叫做無限制 喔,無限制 對,它叫無限制全開的 那當初什麼各種變態的卡都還能用 那超恐怖 可是沒有人跟你玩啦 那個沒有玩家啦 OK 好,竹籃 這是隨時掙扎的竹籃 對,我也覺得是隨時掙扎 隨時掙扎的竹籃 欸,它怎麼撤退的 喔,古芝麻 喔,古芝麻 喔,OK 古芝麻 欸,古芝麻為什麼又竹籃了 啊,它是古芝麻 然後雞拉奇抓竹籃 喔,對不起 蠻白癡的 對不起 喔,攻擊 好,四顆能量注意 現在四顆能量了 好,來 那如果 喔,它也 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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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伊壽能量點 來,各位 現在 一定要想盡辦法 把這支 靡靡給除外掉 百分之 九十九贏了 真的百分之九 一定贏 學竹籃又 それはどうかな 其實說真的啦 這支柱神送他 無所謂啊 送你啊 來,我告訴你喔 各位 現在朱稍微的古芝麻 好像我印象中用掉了三張 我印象中是三張 三張 我印象啦 應該快沒了 等一下 如果能確認一下的話 如果四張都用掉 加上兩張 兩張 兩張 逃脫神 那朱稍微就爆了 場地看不清楚是哪一張 靈心 靈心 腰場 靈心腰場地喔 效果是 只有纖細 攻擊可以是普通能量攻擊 然後如果是不同的屬性的話 攻擊能量要多一個 一個無色的費用 對 好吧,就等吧 各位其實現在沒事做了 你們就 陪我們聊天吧 我收到line 我老婆說 幫你幫我們買早餐 太好了 剛好可以看學徒的比賽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現在沒事做啊 我們不知道幹嘛 各位 我們不講話的時候 不要怪我們 因為我們不知道講什麼 我們可以有把手機嗎 我不知道講什麼 哈哈 我們已經撐了30 講了30分鐘 我不知道講什麼了 這個 你好 是尷尬尷尬的 不然歡迎提問 提問一下老弟的私生活 有什麼 哈哈哈哈 歡迎提問 不然我不知道幹嘛了 好啦,就等吧 你們就這樣慢慢看吧 因為學徒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把明明 除外掉 然後就 沒事了 然後就直接 媽媽大吾 好,結束 比賽結束 就這麼演談 介紹選手 身平喔 你跟雪兔比較熟 你可以介紹我 就是雪兔的身平 等一下,看一下 康德錶 雙無都在手上了 注意注意注意 他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好,再打再打 各位,來 好啦 雙子 先把場地壓掉 因為 會影響自己 使用洛奇亞 來 來喔 注意,各位注意 來 首先 洛奇亞出來 雙無 康德錶 加雙子 是不是雙子 還是交換 哇 對方,你看對方 你看對方 基本上注意,是雙子 一定雙子 因為雙子可以用媽媽減 這樣你們懂意思了嗎 好不好 雙子可以用媽媽減 來 來 雙子 各位 鼓掌 快點 你們有沒有鼓掌 G X 哇 全部 來來來,你是放這裡 對方已經 都已經這樣子 我不打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的全部能量都除外了 好,GG 沒得打了,各位 真沒得打 好啦,那等一下 好了 現在講到這邊 基本上已經 有什麼東西 無限輪回了 又有無限輪回了 又要閱讀了 就是什麼 大5 好,比賽結束 好啦,各位那就發呆吧,好不好 哇,這真的是已經 對方的消磨殆盡了 你沒有啪啪,真的啪啪好了 厲害,這首各位學起來 噴排最漂亮的一首就是 除外對方最重要的支援 最重要的輸出,就贏了 對,Ryu差一名 Ryu昨天才跟我們打牌打得很晚 因為他說其實在日本很少 因為他在東京住比較 然後東京是比較住比較鄉下的地方 不是在東京市區 所以他必須要打牌,又要跑到東京 沒錯,兩個小時 對,他朋友都在東京 然後他老婆也不會打牌 所以他在家裡都沒有辦法打牌 所以他來台灣都一直狂攻打牌 狂打 然後他一碰到牌,眼睛就亮,都不會累 欸,我覺得我們找個系列好不好 我們線上來輪回這樣子好了 好像也不錯 可以找時間 可是重點是因為他玩的不是國際環境 所以Ryu打國際環境可能會比較 沒有那麼的像日本一樣 所以他對日本環境比較熟悉啦 OK,好,那就再打80 好,基本上這個各位,我跟你講 然後... 欸,古芝馬... 古芝馬是不是被打兩倍啊? 沒有沒有沒有 喔喔,閃電療沒有 來,朱紹偉的古芝馬基本上四張都用完了 所以他Switch,逃脫層都沒了 所以基本上他閃電療現在開始只能10滴10滴10滴 那如果雪兔聰明的話,現在直接撤退 各位,撤退 然後派那個馬桶往上去直接扛 因為他有減傷 對方什麼都答不出來 好,雪兔現在想想他說 嗯,陷兄説,等一下...我想一下 等一下,要吃什麼比較好呢? 要買個飲料好了 我就幫你買個飲料好了 我就想喝什麼呢? 開在墓地好了,好像沒什麼事做了 哈哈呀,哈哈 好煩喔,怎麼那麼煩啊 你們各位,你們知道為什麼要放那張草場地嗎?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虎虎? 我跟你講啦,虎虎現在站前面就贏了啦 真的啦 現在最尷尬就是那張那個什麼 西盤小丑 如果沒有場上的話 阿賽回來,然後派虎虎上去 一定贏,99%一定贏 100%一定贏 因為對方完全不能攻擊了 他能量根本不可能湊出三顆 這樣各位懂嗎? 來,一樣齁,媽媽拿大五沒問題 好,來各位,無限輪回開始了 媽媽大五,媽媽大五,媽媽大五,媽媽大五 好睡覺 他應該是覺得對方也沒有畫過你的手段了 對啊,絕對沒有,完全沒有啊 然後各位你們看上面那個寶貝球的那個數量 就是那個獎勵卡張數 那所以說基本上不會再動過了 不會再動了 好吧,就等吧 沒事了 推薦一下水晶龜加巨找怪 水晶龜加巨找怪 基本上你們有在看影片的話 就知道說我很討厭那種兩個二階 二階進化的牌組 不過現在因為有大局化的關係 我覺得也勉勉強強可以玩啦 沒有,勉勉強可以玩啦 摔板,摔板小藍的話 可能比較好 對,除外不算平時 小藍不行啦 因為水晶龜跟巨找怪都是那個啊 有特性的,所以我覺得也不適合 這樣打完會有朋友嗎? 有啊 他朋友不在這裡嗎? 可是我不想跟他打牌 我就不想打 跟他打的話 基本上 各位 如果 噴火龍 噴火龍 小的噴火龍 以及裂空 可能比較好打 那個 這個什麼東西 比較好打這個噴牌 鑄神的噴牌 比較好打 這兩套比較好打 那其他的話不太好打 嗯 這次大賽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那個 世姊妹裂空 有 我有聽說有 欸 不對是世姊妹猴金王 好像 世姊妹猴金王 對,好像我有聽說有人用 還蠻酷的 配列空好像也蠻強的 大陸呢 世姊妹裂空 嗯 好啦 各位那就發呆囉 基本上 沒事做啦 我不知道幹嘛啊 因為 那個右邊 拳手什麼資源都沒有了 你看各位 又像我講的 10滴 好,慢慢打吧 就慢慢打了 所以我剛剛講說 應該血兔要做撤退的動作 讓這隻上去扛 比較好一點 因為沒有傷害嘛 有減傷啊 嗯 好啦 不過沒什麼關係啦 反正就這樣子吧 開始在拿牌耶 蛤 是我齁 我就會問一下 欸血兔 你有幾張手牌 他如果講到說 30多了吧 好不打 手牌不打 不打不打 讓你讓你 啊我知道了 對不起 你們知道血兔為什麼不下來嗎 這什麼 因為等一下 他想要 如果圖騰放下去的話 可以直接撤退 讓圖騰上去贏 有沒有發現 對 是不是 對齁 因為你柱子沒辦法撤退啊 可是我覺得沒什麼 沒有會有雙子啊 拿得回來啊 對啊 是這樣可能要再多號一尾了 對啊 我覺得沒事沒什麼差 我覺得還好啦 算了啦 反正 欸 欸 有滑板是不是 因為基本上現在 右邊選手 完全沒事做了 真的沒事做 好不然撤退 激他旗上去轉一下 偶爾 就轉一下 偶爾 開心轉一下這樣 嗯 然後現在又轉下來 就可以再做攻擊這樣 不然 也沒什麼事情可以做啊 撤退 換激他旗 喔 最後一張骨子嘛 喔 四張喔 那就 這一定是最後一張骨子嘛 其實 其實 其實現在不管做什麼事情都無所謂 沒有沒有 真的都無所謂 沒有沒有 都完全無所謂了 隨時掙扎 你看他牌現在剩那麼少 然後 還拿莉莉亞 等一下再 他也沒辦法開莉莉亞 對啊 什麼太多了 好交換 有辦法打死嗎 那為什麼滑板抽給他啊 打死 打死 有減傷 注意有減傷 可以喔有算過了 OK好 我已經懶得算了 反正因為我知道結果了 我不想算了 好煩喔 來各位來媽媽大屋繼續輪回 好不好 好 在算枯芝麻的數量 一 二 三 欸我沒看到咧 第四張我沒看到咧 應該是沒了 第四張我沒有看到咧 應該沒了 我剛剛大概算一下 好啦沒關係 如果有人幫我回顧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算到啊 喔他又填了一對雙五耶 他直接攻擊咧 把他打掉咧 好猛喔 喔 出來了 好GG 其實早就GG了啦 對 那就發呆吧 來各位你看 草場地剛剛芒果講的 就是靠 就是給虎虎用的 對不對 一回合可以補六十滴血 所以不管你怎麼打我 拍謝 我都可以承受 媽媽大屋繼續拿回來 沒問題 媽媽加媽媽加大屋 媽媽拿媽媽 媽媽和大屋 好那就回合結束 換你 好那對方他也 沒有他直接打死 然後對方就 不要啊 我的閃電鳥就這樣爆炸了 就最後一張閃電鳥了 那基本上現在 其實我覺得說真的 我就跟你說 小人排打 鑄神幾乎九十%一定輸啦 幾乎不可能贏啦 除非鑄神卡住了 難怪 難怪現在鑄神蠻多的 好啦 那麼 第一場就抱得 那麼辛苦 等一下早餐吃多一點 也不會辛苦啦 我們其實沒講什麼東西 對啊 也 對面也沒有馬下躲了 等一下你們不要聽完 我們報導 就去玩鑄神好不好 真的 你會滿朋友 你會滿朋友 我覺得 我是這樣覺得啊 我覺得這副牌 太傷腦了 不會傷腦啊 我覺得還好啊 可是就是蠻傷腦的 應該是說 他應付每一副牌的情況 都不一樣 所以你才會覺得 我會討厭思考 這樣你看老爹 打風格筆錢就不用思考 風格筆不用思考 打死啊 你第一回合 做能量出來沒做出來 就輸啊 做出來就贏了 就這樣 好啦 住址7月就退環境了 對啊 沒有不是7月啦 亂講 8月15號啦 8月15號啦 哎呀沒有差 大家都過環境還那麼久 不是 還有四個月你們想那麼遠 對啊 還有那麼久 不用想了 還有電能量 我居然還有電能量 好啦我跟你講 如果電能量他手上貼了 他要幫忙打嗎 噢天哪真的是 沒有任何手段可以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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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幫忙打 噢噢 我要嚇了我 想說啊 你要殺就殺他吧 對 你要殺就殺他吧 然後 學徒你以為我會殺他嗎 沒有啊 我讓你罵戰 哈哈哈哈 我就想用圖騰贏你 我沒有打死獎力卡贏你 小屎 好啦繼續大吾 繼續大吾 沒事了 就繼續大吾 欸怎麼了怎麼了 幹嘛 怎麼了 裁判怎麼了 沒事 好繼續 再跟他們講時間吧 好媽媽大吾 沒有大吾是不是 噢 那我跟你講 等一下也許 等一下會媽媽拿鋼三 有可能會拿鋼三 嗯 把他壓回來 嗯 沒錯你看不攻擊 有沒有看到 對啊你看 你還真的我以為我會打你嗎 對 這才聰明 這我也不會攻擊 反正你又不能換位了 啊 我要把這去救啊 我的路基亞拜拜了 靠腰 我的路基亞去了 我的路基亞死掉了 嗯 太有笑了 那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差 你等一下鼓舞上去一樣可以打 對 沒有什麼差 各位斑馬招式你們知道嗎 打60滴 兩顆 1.15打60滴 哇拼到了拼到了 好猛 好這隊120滴打掉 打兩倍 克數克數克數 沒錯沒錯 是不是 好啦 你打不死我了 一場60滴 我就補60給你看 你絕對打不死我 而且重點是你還不能打我 因為你沒有三顆能量 嗯 好啦那現在就是 一樣媽媽打我媽媽打我 無限輪迴了 不用噴了啦 你幹嘛噴就不需要噴了啦 還要耗手牌在幹嘛 趕快湊齊那個啦 我覺得他現在這手沒意思 沒有意義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沒有意義 完全沒有意義 不需要 他是想做最安全的是不是 不是最安全的 他還偷指尖 哈哈哈哈 他會說 好啦75分鐘喔 好啦慢慢跟你玩 能量一定要硬給人家 全部氣掉他的甘願 對 現在朱少偉 對面也沒 沒排啊 朱少偉現在呈現一個 非常尷尬的狀態 就是說 我現在投降也不對 不投降也不對 你懂嗎 他開一個 開主欄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破壞心情 你朝上你打招 還對過來打牌 還好是B 不是你 你朝上你過早 你早上一早 然後就說 我今天一定要打到馬牆 結果第一場 哇 昨天好不容易打到64 64強 然後早上一來 然後單淘汰 然後現在 你也沒有時間打第二輪了 好等一下我們去拍拍他了好不好 乖 真的乖 這沒辦法 不是不能怪你 撞住是你衰 這個 真的是撞住 撞住是你衰 沒有辦法太衰了 學兔的比賽球競箭版 沒有你慢慢看吧 為什麼我們要金錢版給你呢 不要 因為我們覺得好無聊喔 好啦 現在基本上沒事了 因為朱少偉應該最多最多 剩一顆能量 只有一顆彩虹 因為他五顆電能 翼獸環 翼獸能全部都下去了 還有彩虹好像三顆也下去了 最多最多一顆能量 可能卡在獎勵卡 我在猜的 所以就沒事了 基本上現在朱少偉 也沒辦法打掉對方的虎呼了 不可能 好 那學兔就直接大決了 好不好 媽媽 媽媽 什麼鬼的 好直接換你 好媽媽 大五 媽媽媽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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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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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好吃媽媽 開始奶了 全部都拿起來 快點全部都拿回來 拿什麼就拿什麼 快沒牌了 剩兩張 基本上不可能 等一下開主欄了 開過了不知道 他不是用掉 剛才用掉一張了 全部都用掉了 用光了嗎 手牌我不知道 應該還有啊 手牌那麼多一定還有 但是這也沒什麼用 所以你看邪杜現在已經在 邪杜已經在 我覺得你可以認輸了啦 嗯哼 放棄了啦 哎呀 你已經玩得很好了 寫度的事都會這樣看 這樣子跟人家勸退 因為最尷尬就是你看 雖然說你看 豬球選手剩下兩張獎勵卡 他兩張獎勵卡這樣說 我打死 有人又說打死胡胡就好了 撐住打死胡胡就好了 重點是你根本沒有手段打死胡胡 你沒有手段打死胡胡 你沒有能量啦 你哪有能量 你勉勉 你剛剛被噴了三顆 進去除外區你就玩 哇 哇 剩兩張的牌組牌 其實我還是覺得雪兔剛剛那首歌 沒必要噴牌 完全沒必要 真的沒必要 阿古芝麻發戰 GG 剛好抽到了 抱歉啊 抱歉啊 好媽媽再拿媽媽 好媽媽拿媽媽 然後再拿什麼呢 好苦多女 欸 怎麼了 什麼東西 不是啊 康德槍 康德槍 用康德槍換對方怪 對啊 現在來 生命倒數計時 來 抽牌 啊投降了 下一場嗎 拜託不要拜託 拜託不要下下 我們去勸他一下 哥 別衝動 這樣就好了真的 我不想抱了 因為剛剛的那個非常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剪雞精 是可以剪精華 不要打 永遠不會痛 不堪比賽多久 欸 心裡休息好不好 這沒有什麼好抱的啊 因為各位剛剛那一場 非常非常經典 就是幾乎已經表現到了 齁 我們那個豪金 應該說我們駐神 他所有的方式 他所有的那個 叫什麼 那叫什麼 精華 對精華 就是已經全部都表現出來了 但沒關係我們一樣把鏡頭 好啦還是得爆啊 怎麼辦怎麼辦 就換喔 沒關係一樣爆啊就爆啊 沒辦法啊 一樣把鏡頭換過去囉 好不好 拜拜 唉 就爆了 怎麼辦怎麼辦 雪茹現在也老成在 但根本就沒有差 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朱少偉我覺得 他最不想看到的開局 還是一樣是虎虎 各位是虎虎開局 那朱少偉我覺得 哇靠 我根本打不掉了 因為連攻擊都不能攻擊 那其他的話至少還可以慢慢摸摸摸摸摸摸摸 那雪茹現在需要擔心自己獎勵卡片拿嗎 不需要啊 就已經一贏了啊 這場只要時間到就贏了 時間到就贏了 喔對他已經一勝了 對他一勝了 所以這場只要時間到就贏了 沒錯吧彈漢 沒錯啊 對阿 時間到就贏了 我看對面很急很急喔 很急很急喔 快點快點快點 我看能不能拚一輪殺 一輪殺 快點快點快點 你看你知道雪兔最大的動作 他那裡有跟我講 你說手這樣 就是因為算啊 因為雪兔他就跟我講說 他很討厭 明明就已經沒有任何勝算了 然後還硬在那邊 硬在那邊動 就是你根本就不在思考啊 你根本就在拖時間啊 我覺得這場下小暴基文 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 因為他要彩虹能量才能攻擊 重點他撤退費用還要兩費 想殺胡帕吧 沒有太大意 胡帕根本... 好啦 各位賭 我懂他意思了 他想要一送能量加上 switch 直接秒殺 沒有辦法 可是我看到有巢穴球啦 是不是還好啊 有巢穴球啊 沒什麼問題啊 巢穴球 OK好 然後對方就 沒有賭到 我要賭你卡手 結果沒有賭到 那種感覺 我要賭你只有一張 一輪殺 沒有賭到 抱歉啦 現在最安全的就是胡胡叫出來 胡胡不一定啦 不一定胡胡啦 助神也可以啦 沒什麼關係 我覺得沒什麼差啦 好 先確認牌組 注意 打噴牌 第一件事情 看牌組的時候 一定要確認你的牌組 到底有幾張媽媽 媽媽是最重要的 再來 你的那個賽不賽 看一下齁 你的路下賽不賽 你的雙五幾張 有沒有場地 都快確認一下 全部幾張 阿賽幾張 都確認一下 確認完之後呢 好 看你要拿什麼 那基本上第一回合 就是開大五 最好的情況 有大五最好 嗯 那看看下水庫也會開大五 好吧 這個巢穴球 他也是在想要用什麼 可以盯比較久吧 最後時間盯完 對 SM5案 還有四個月啊 不要這樣講吧 因為你還有11會出啊 SM11出了我們再來聊吧 嗯 是不是應該這樣講 現在聊沒意思啊 因為我覺得 大家都擔心得太早了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有 長時間打牌的人都知道 他一定會有很多很多 東西會取代掉 對會取代 對啊 所以不用擔心啊 而且你11出也許會復刻啊 因為現在什麼資訊都還沒有啊 11如果出了很多東西復刻的話 代表說我們今天討論的動員意 那我們來開賭 對啊 你覺得高級球會復刻 會 我覺得會 我也覺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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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沒得賭了糟糕 那我選擇 但我猜不會好了 我們賭就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 古芝馬特性一部 這兩張一定退啦 一定退 百分之來退 嗯我也覺得會退 一定退啦 因為這兩張太強了 特性一部跟古芝馬太強了 這一定退了 百分之來退 然後再來就是看 道具雲 哪些會復刻了 嗯 巢穴球我也覺得會退 巢穴球會 會會會會 因為巢穴球也太強 我也覺得巢穴球也太強了 巢穴球效果也有點太強 而且巢穴球是這一彈新出的東西 對不對 SM這一次是新出的東西 我記得以前沒有嗎 以前其實在還有XY時代的時候 大家都用紙紮 對啊 結果那時候巢穴球其實不好 結果一直到紙紮退的時候 大家發現 哇巢穴球好用喔 超好用的 後來才發現巢穴球是個OP的東西 超猛 好吧各位慢慢等吧 虎狐出來了 因為虎狐的特性是對方必須要三個能量才能打到他 所以我剛剛講的抓虎狐是最安全的選擇 是沒有錯 是沒有錯 一定是沒有錯的 以雪兔這種長時間玩過 這個牌組的人 他也知道哪一張東西會是對他來講最好 沒錯 好啦那各位 就等吧 不然你要幹嘛 然後對面要打虎虎就開始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 雪兔又開大舞了耶 靠 根本就神 根本就 騎手七張一定有大舞 嗯 就算被馬下朵四張 我還是能拿大舞 來各位 我偷偷跟你們講 現在朱少偉一定要留一個格子 他如果再下一張 我告訴你他就完蛋了 他小明明沒辦法變身 加上他沒辦法用馬下朵 所以基本上 他如果那個位置敢再下一張 會大爆炸 基本上他不會那麼做啦 一定知道啦 都打到這個思想了 你還不知道這個道理 那就太糟糕了 這觀念太重要了 你們又學到一招了 有時候我都不太想 不太想講太細耶 好110滴 好棒喔 你打射一張 好我看你怎麼打 好棒 而且你用掉兩支電針 撤退費用多一費 注意注意 雙方的基本寶可夢 撤退費用多一費 就是那張場地卡的效果 好不好 雪兔是不是地場王啊 那麼多場地 天啊 土豪亞多土豪 這個觀眾講話很好笑 我不定歡樂送嗎 說不定會先到 哈哈哈哈 okokok 你把我們電 送到這裡來好不好 你喬這裡 雨之潑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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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等一下吧 喔 骷髏隊 看一下 沒有能量 哇 雪兔手 哇 有有有有 沒有能量 欸好猛喔 哇 虧虧虧虧虧 虧虧虧虧 好啦換你吧 那就沒事換你吧 點磁 雪兔的GX反而不會先拿起來 啊算了其實沒差啦 他也不會用VX 哈哈哈哈 我已經講了沒東西講了 呵呵 來各位你們看現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呃 現在 右邊那位選手 旁邊那個有個人 再晃來晃去 啊就是裁判 裁判 對然後裁判他現在應該也很無聊 對他怎麼那麼無聊 他真的無聊 又不能滑手機 對啊又不能滑手機 好場地壓這樣沒問題 其實說真的這場地壓這樣 就 應該也不會現在放過 哎呀雪兔 地產那麼多 雪兔有那麼多房地產 對不對 嗯哼 等一下一個腰長 或是一個鋼長 來 換位 然後呢 再拿 欸等一下 他武裝下滿了欸 糟糕了 我覺得 我覺得你這樣下滿 非常不OK 非常不OK 你連明明變出來的機會都沒有 對啊 你連一波大爆發都做不出來 我覺得這 失誤太恐怖了 這失誤太恐怖了 不行 我是覺得當初那張抱歉不該嚇 不該拚啊 我覺得當初抱歉不該嚇 因為你的抱歉變得沒有意義 因為你對面獎勵牌不可能 對呀怪人變勢張 怪人變勢張 而且就廢物 他就是想賭 可是你要賭的話 也不應該第一回合先嚇出來 對啊 對對對 你要賭也不應該第一回合先嚇出來 你拿手上 對 所以說他第一回合是開DDI嗎 所以想再多抽一張 對 好吧隨便的 不是啦 基本上你現在五張已經佈滿了 我是雪兔也是經驗腦道的 噴牌高手 他一定說你完蛋了 你連什麼爆發都沒有了 好賞地壓回去沒問題 他要騙對方的零行場地出來 他要騙對方雷電場地出來 他不可能會下 沒有明明俱差之前 他絕對不會下 怎麼了 怎麼了 現在沒什麼太大的意義啊 就算雪兔今天 犯規被抓 發兩張獎勵牌 也無所謂 也沒有 完全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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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排滿了 雪兔只需要一直噴能量 後排媽媽 對 沒錯 之後就這樣無限龍活就好了 因為後排滿太 好了對不起 我要講嘴人了 這是低超 這真的是低超 這是低超 昨天 昨天 聽那個油奈他們 就是阿晶的助理 油奈 昨天油奈打 打一場 然後 對面 他玩沙埃朵 然後對面打噴火龍 是 然後打到中後期的時候 對面一個重大型失誤 嗯 古芝麻王開竹籃 然後已經洗回去了 然後發兩張 發兩張 然後 可是 油奈還是輸了 因為他人家噴火龍已經做滿滿的 打不贏了 好吧 但是 有點尷尬 對 所以是油奈自己抓到的 蛤 油奈自己抓到的 對 就抓到 你怎麼又開竹籃 你不是開過古芝麻了 然後他們剛好裁判 然後看到 我裁判就 實在是輸了 其實昨天裁判都還蠻不錯的 大家很辛苦 而且都很認真在抓 說真的 台灣裁判的 學習 跟慢慢晉升的管道 真的還不錯 因為每個裁判的素質都很好 而且昨天觀眾素質也不錯 應該是說 教的人也有關係啦 因為每個人都有組長在帶 那他會跟你講說 欸 你要這種情況 你要怎麼應對 你必須要用什麼樣的 口氣跟口吻 你不能去誤導 選手說 欸 你這樣是錯的 或怎樣的 你要先了解情況才能去做判斷 嗯 你不能一口就直接說誰誰的問題 昨天聽那個可凡 講說他在打 打牌的時候 嗯 然後旁邊一直有人故意跟他講話 一直狂跟他講話 然後他也不好意思 拒絕他 說我在打比賽什麼的 對 然後就有一個 可能可凡的粉絲在什麼的看到 然後就直接舉手 然後說 裁判說他要吵喔 沒有沒有 他說裁判有人在騷擾可凡 然後 然後裁判就來處理 所以我覺得 昨天觀眾素質也是不錯 昨天我 欸 我們昨天在吃飯的時候 也有聊到就是說 有人說 欸 我們的會場其實 欸 玩家素質是很好的 因為大家 他說他去過很多比賽嘛 對不對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 開完包亂丟什麼東西 吃了東西亂丟 他發現 欸 現在我們的玩家 怎麼寶可夢玩家 素質這麼好都會對自己 丟垃圾桶分類 然後盒子放好好的 他說他傻眼 他說看過最屌的 所以我覺得 要加入這個環境 非常歡迎 因為我覺得 玩家的素質都很好 當然少數那幾個 可能有老鼠死 那就不要太在意了 硬要講 可是昨天我覺得 還有一些小小問題 像是 像是那個 昨天Ryu啊 然後可能 打完比賽之後 馬上被圍住 然後馬上被排隊要簽名 我覺得 其實那個 我覺得 這樣不太好 就是 你可以問 但是不要 在人家馬上打完的時候 至少讓人家有一點休息時間 因為 因為昨天 因為昨天第一把 Ryu輸掉 然後還 還被圍毆 對 你知道 被人要排隊 然後他一個一個簽名 然後我就覺得說 輸了 因為Ryu感覺就是好先生 他也不好意思拒絕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不太好 也不是說不幫你簽 那個十幾點真的不太對 十幾點不對 你可能第二場第三場 贏了他開心了 幫你用 OK嘛 沒問題啊 以上不代表 Ryu的立場 沒有 就特別講一下 講一下而已 因為我們看到情況 有時候可以 找好一點的時機 就是不用 就可能 Ryu去上廁所或什麼的 上廁所 問他 找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因為 還是要讓選手去休息 對 對 我幫你昨天Ryu 每次打完 就一直被簽名 然後他很少有機會 可以回來我們後台休息 對 我們後台 大家 因為我們有餅乾嘛 就一直在那邊休息聊天一下 大家都很少回來 很少回來 欸 我們好久沒有講賽 好久沒有講那個 可是我覺得好像 不是 不是說我沒有講賽況啊 沒什麼好講的 不知道講什麼 你們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我應該不用講吧 你沒什麼好講 對啊 就這一把就單純在拖 因為後台滿了 完全沒有戰術可憐 懂嗎 沒有戰術啦 其實這一場 真的就是一場定生死 這是 就是真的是一場定生死啊 但是 邵偉沒有抓到機會 一拿下來 他雖然很努力 嘗試過了 但沒有機會拿下來 你說第一輪嗎 對啊 現在選一路 左上角那個1 就是勝利的1 沒錯 基本上 我告訴你 邵偉醫師 其實他在前一兩回合 就發現說 幹 我不應該下板後排的 那他頭很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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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這就是經驗 各位一定學到 這是一個慘痛的經驗 因為我也放過這樣的錯誤啊 我在淘貓打的第一場輸掉 也是這樣子輸掉 你說後排滿了 對 對 所以我打耿鬼 然後 那時候 因為我很賤 我先馬下奪對方一次 然後對方開那個耿鬼巨叉 然後抽七張 抽完之後 我說好 那我等一下要再馬下奪一次 然後我就說 啊我如果被馬下奪自己卡手 那我下個智慧心 然後再下馬下奪 然後後來就完了 然後後來就說 哈哈 然後他就很可惡 可惡你一直 那我馬下奪還有做四張 然後想想 欸不對啊 我沒辦法下 我沒辦法下明明 我瘋狗瘋不起來 我連貼的都不貼 太白絲了吧 然後我就說 欸等一下老弟你是不是還錯 我說 對 他說可惡 我太急著要卡你手牌了 好笑的吧 然後後來他真的確實有被我卡到 就他只能 手貼換你 手貼換你 但是 我沒辦法做事 你沒辦法做事 你沒辦法做事那種心情 你就很體會現在的感覺 哇我沒辦法做事 你知道那叫什麼 那就是太衝動 好嗎 那就是太衝動了 所以基本上現在後排也沒有 也沒辦法表現什麼戰術了啦 可是老爹那是超帥 沒有啦 不是 確實是帥 因為我那一場輸掉之後我就知道 怎麼玩了 就怎麼玩了 我就知道怎麼玩了 真的你會在比賽中成長 我會在比賽中成長 你們不要怕比賽 不要怕比賽 真的不要怕 不要怕比賽 其實 你們知道我在打那場大賽之前 我是沒有很喜歡瘋狗瘋 而且這套牌的 因為我覺得他太 他很難 我一開始覺得他很難運作 因為他沒有一個能量 就可以馬上做事 對 所以我一開始覺得很難運作 但是後來發現說 不會其實他超單純 對他很單純 超級單純 所以那時候你密誤說 那時候你不是密誤說 這套牌如何我看一下 唉有瘋狗鼻結喔 其實我那時候不叫瘋狗鼻結 我叫他加速鼻結 嗯 瘋狗鼻結是老爹創的 應該是他創的名詞 沒有沒有沒有 好像在國外還哪裡流行的名字 國外哪有瘋狗這個名詞啊 還是在我們排排戰啊 天啊 我們排排戰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還誇張 一堆詞 小人牌 小人這字也是從我開始的 對 那部牌其實很好 那部牌其實 因為他有在國外打到很 好成績更 而且好幾次 所以我注意那部牌 所以我覺得OK 我只是沒有想到說 居然你會打那部牌 他會給對方看 哎呀我有這些啦 你放棄啦 我什麼都有 我什麼都有 你要幹嘛 通常學兔就是這樣 你要投降嘛 他知道接下來是在浪費時間 不是學兔 基本上看到後排滿了 就是只好可以的 學兔他會開始勸退 像我剛剛跟大家講 學兔會進入一個勸退 對 開始開始在勸退 他就稍微完全沒有任何反擊的手段啊 他還想 他還想 沒有辦法 你沒救啦 你沒有救啦 你要幹嘛 哥我們不如去喝個水聊聊天吧 啊不要打了好不好 讓我贏啦 其實其實 可能有一些觀眾會覺得說 喔這樣子 這樣子跟對方講話 會不會在勸退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是盆牌的 這個也是這種騷擾性質牌組 要必備的一個條件之一 就是勸退對手 其實基本上在大賽是不能講話的 但是因為台灣的環境幾乎99 大家都認識啦 都認識啦 就是其實我撞到誰 我都知道你打什麼 你打什麼 啊熟了嗎 裁判自己都認識的話 就覺得 好吧那就算了 送你上去吧 可是日本的比賽會互相講話 而且他們會互代 然後兩個人會聊天 好那就 就怎麼樣 他準備要投降了嗎 稍微 等一下如果打完的話我們就 你要收拾心情吧 因為這真的難過啊你 對我們就直接 你早上那麼早起來打牌 然後你昨天那麼花那麼久的 努力的時間才達到這個四槍 你們要自己要想想看 你看 哇Ryu那麼努力也沒打進來 那他這位選手打進來 結果 遇到這個 我贏了 我一定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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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都有啊 可是雪兔也不會很見 雪兔會說 好啦你真的很棒啦 你做得已經做得很好 你該做的事情都有做到啊 你只是 你只是不小心低掏一下 下了第五隻 馬上被拆到 第五隻 糟糕 然後就爆了 老爹應該會答應吧 如果是我的話是 玩這個話是 我跟你講 我第一輪輸我就不會打了 沒錯 而且我第一輪也不會跟他打到那麼久 沒有 我覺得我會第一輪開始 一千開一開始 如果你卡手我就打下去 如果你做出來 鋪好了 其實我不一定 對其實我不一定 因為我如果是玩風口皮捷 跟這個東西打的話 我還是會平常 不一定會輸啊 對不一定會輸啊 你就賭你做不出來 而且我能量很多啊 而且沒有馬下躲你也多 對我馬下躲兩張 所以說我就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啦 對沒錯 對方還要繼續做 好吧那就等吧 這是他的權利 這是他的權利啦 所以我們還是得爆 那但是我們好像也沒什麼好報了 沒什麼好報 繼續聊天好了 那之前 幫你講 跟我們聊一個小小的話題好了 也就是說 因為這裡有提到黃昏狼 之前 很久以前黃昏狼剛出的時候 其實不是被受看好的 一隻 月狼 一隻狼啊 那為什麼現在 平常都有人在月狼索羅裡面放黃昏狼 來黃昏狼注意 黃昏狼的GX是什麼東西 各位知道嗎 打對手目的 一張能量 一張能量就打30 那他的特性是從手牌進化的時候 噴掉對手前排的一張能量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可以用在什麼情況 各位知道嗎 龍奈 有沒有 噢 可以噴對方鋼能 對龍奈非常的好 噢對噴對方鋼能 對 你可以噴鋼能 加上你又可以秒殺對方的龍奈 對方的氣牌都一定會有很多能量 因為要用魷魏田 對 那還有什麼東西 會有很多目的很多能量 想想想看 恩 如果 皮卡丘到還好 不會多 噴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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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火龍是到除外區 所以應該還好 噴火龍有可能 可是四二幀龍有時候也會為了要讓四二幀龍回田 噢 也是有機會 可是應該回田都已經在四二幀龍增上了 對對對 所以應該是不會在目的 所以比較 看時機用啊 對看情況下 基本上齁 如果你有三張 注意 你有三張啦 三張 電能量在目的的話 你遇到皮結 你只要再噴掉它一顆 再開去殺 兩百四就打掉了 因為之前 之前我看到比較多黃昏朗 是用在騷擾的鎖 鎖 鎖 之前不是有那種很騷擾的鎖 就放槌子的 然後 就是有 抽抽泥 噢我懂了 放槌子 然後 鎖人家能量 然後再用 控制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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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有個情況就是說 來 首先 我先噴掉你前排的 然後古芝麻你後排的鎖 打掉 代表說你是噴兩張雙爐 這也是可以的 這也是一個方法 也是OK的 也是蠻強的 對 所以說 很靈活啦 那其實基本上我看到的 比較多打 呃 皮卡丘跟龍奈比較多一點點 等一下 現在是還要繼續打是不是 嗯 現在還要繼續打 想繼續 奮力的作戰 你看 國軍同胞 這個真的是 英勇 嗯 呵呵 不知道最後一刻不放棄 干擾皮捷和硬的秒殺 沒錯啊 就這樣子啊 就剛講的啊 就是看情況使用啦 嗯 邵偉哥加油 好 邵偉哥加油 可是我看不出來 對 哪裡可以加油 以 基本上沒有我忘了啦 但是 沒有忘了 對啦 加油了 就是 後排滿的情況下不可能輸了 真的是沒忘了 嗯 要注意的是黃昏劇 他是打能量張素 所以雙無是算一顆喔 注意 雙無也是有算 雙無是算一顆 好不好 來你們 喔 正面喔 果然是歐洲人 哈哈哈哈 沒有意義 這個沒有意義 好不好 錘那個沒有意義的 你看 對方連連心靡靡都做不出來 唉 對啊 錘這個沒有意義 等一下喔 我應該會去跟那個 豬同學講說 你知道你的 低操的點在哪裡了吧 我不用講他一定只有我知道 學到個教訓啦 好不好 這當經驗啦 他下次就知道了 一定會知道的 哇 這個 芒果會拍驻神嗎 我告訴你 我就是不拍怎麼樣 一堆叫我拍 我就是不想拍怎麼樣 不拍騷擾 我跟你講 我把這一段 老天這段借我可以啦 我把這一段剪下來 好不好 你們來看這段 我說驻神我不解了 我就講這一段 超簡單你就講這一段 然後貼學徒卡表 對 我就這樣子好不好 輕輕鬆鬆一部影片喔 OK 我跟你講 不是我不打 是根本沒有人會跟我打 加上我打路人 很無理好啊 對方不會跟我打到最後啊 那不如我們來用影片來解說 對 對方不會跟你打到最後 看到你住人前面就應該投降 我曾經拍過兩次 每次都打到一半就跳 我就說 那我前面20分鐘在幹嘛 前面20分鐘我在幹嘛 我前面20分鐘我在幹嘛 講解講了那麼久 我就對方拍了 我就說我絕對不拍 我就是不爽拍 我用這部來剪 好不好 可以這樣OK 好 到處來借我 拍小巨錢好不好 什麼叫小巨錢 巨錢螳螂 這是巨錢螳螂 小隻巨錢螳螂 小隻巨錢螳螂 喔好好好 忘記它 有點忘記它的效果 小隻的 欸巨錢什麼 什麼招式我不知道啊 有點忘記了 馬來西亞賽 你會吧 對馬來西亞 老爹會 我應該不會啦 我跟學徒都會去 對啦 我跟學徒都會去 我跟學徒都會去 不要哭小孩啊 沒辦法啊 馬來西亞還是打一身九 還不瘋一波 對不對 10吧 沒有它還很久 還很久 確定出來了 喔 有有有 特殊打擊是不是 自身的傷害減少三十 又減傷三十 然後 低特殊打擊六十 加 如果對手的出戰保姆克風 稀有特殊能量 這個再加七十 有打特殊能量多七十 所以說一百三十滴 一百三十滴 那如果沒有特殊能量呢 只打六十滴 那我覺得沒意思啊 加那個破破多倫 加七十 嗯 不強 而且還有兩顆能量 一顆能量的話我覺得強 兩顆能量我覺得 好像不怎麼樣耶 而且它還要進化 還要進化 還要進化 我覺得 小劇前 沒梗 大劇前說你還有 還會比較可以 大劇前唯一的確定就是充能問題 可是你要玩大劇前 不如就玩美露眉坦 美露眉坦更硬 更痛 鋼系現在最強還是美露眉坦 我也覺得是美露眉坦 在 下一彈也是美露眉坦 我覺得美露眉坦很猛 我只是路卡利歐美露眉坦 在下一彈 路卡利歐美露眉坦出來之前 最強是美露眉坦 下一彈就是路卡利歐美露眉坦 又現在當虎虎 好煩喔 我已經沒有進入這個比賽很久了 我沒有在看比賽 對不起 沒有進入了 我沒有在看 這是 少偉的奮力一搏 最後奮力一搏 好 場地 場地不用拿 媽媽和骷髏隊 OK 媽媽拿骷髏隊 好 有問題 媽媽和骷髏隊 骷髏隊 骷髏隊 OK 那等一下骷髏隊開完之後 可能下一回再開大五 大五之後再媽媽再大五 大五再開大五 再媽媽再大五 好就這樣子 好我會解完喔 好那我們繼續聊天 你們想聽什麼 大五在媽媽在大五 你們想問什麼可以問 因為我沒有打算講解 媽媽在大五 我會玩飲料好煩 那水嗎 媽媽在大五 媽媽在大五 無限閱讀 不會啦 我跟你講寶可夢的玩家 好 那我們今天 太累了 好不好 我們第一場解說先到這裡 OK 那主播幫我們關到那個 休息 休息模式 靜音 那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拜拜 好啦 其實我是不想讓亞洲淪陷 所以才不拍的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